当作家有笔名,网络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招数ID,而在娱乐圈里,很多艺人名字都不是自己的真实姓名,而是为了在娱乐圈能更加有辨识度更让人记得住耳体的艺名,艺名叫得多了,有时候都忘了他们真实的真实姓名。 下面就来看看这些名身份证上的真实姓名都是什么,2012年中国好生意让人一下子记住了杰克俊逸这个有黑帅气的女孩,然而杰克俊逸并非是她的原名,杰克俊逸本名叫王俊逸,后来因为受了高人指点才把名字改成杰克俊逸的,我们的天后王妃在娱乐圈流的也并非本名。 在她16岁以前随妈妈姓,名为夏琳,后来又随爸爸姓改名王妃,她在香港出道的时候曾用王俊逸作为一名,在王家威的重庆森林里,演员名搭上王妃的名字,还是用的王俊逸,一说到梁静如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名字蛮好听的,朗朗上口。 但这并不是她的本名,而是她的一名,她本名叫梁翠平,还好她用了一名出道,不然她也没有勇气唱勇气。 作为曾经这件类似主持意见的朱丹原来也不是用本名出道的,朱丹只是她的一名,朱丹的本名叫朱冬花。 听到这个名字很多网友是拒绝的,也很庆幸朱丹没有用她的本名出道,要不然每次一打开电视,就听到朱丹介绍,大家好,我是朱冬花。 小编都会怀疑自己看的是乡村节目了,之前有网友晒出浩然弟弟的钟,新录取通知书,在通知书上看到刘浩然本名,网友才发现,原来刘浩然只是一个一名,刘浩然的本名叫刘然。 刘然这个名字,一听就知道会有特别多重名的,光是一个年纪就有好几个的那种,李一峰的本名并不是叫李一峰,李一峰的本名叫吕赫,没听错,就是那个酒鬼诗人吕赫,风风和诗人原来还是同名同姓啊。 冯德伦的名字听起来就特别洋气,也和他本人一样非常的帅气洋气,但是冯德伦却不是他的本名,冯德伦的本名叫冯金才,真是名一样的名字。 国民媳妇海青的真实名字,不叫二海青,海青的本名其实叫黄仪,中国中旨的名字虽无草点但中国有些频繁,不如海青这个名字那么独特好记。 杨子真实姓名叫杨女傲,这个有点像阴一鸣,稍有点傲口,你也不是常用字,于是一鸣就改成了杨子,虽不出众却也顺后好记。 张亮的原名叫张震锁,这个名字还是张亮的儿子天天爆出来了,但是张震锁这个名字还被网友吐槽了一番,天天也是实力坑爹了,安以轩也是他的一名,安以轩的本名叫吴文静, 这个名字其实也不错,但是安以轩觉得太普通了,所以便没有用当一名,便取了安以轩作为自己的一名,英采儿的本名叫丁文,英采儿只是他的一名,所以英采儿的爸爸在微博上把昵称改为丁爸也是英爸,也是在实力为自己的真心再证明了,一名也只是一人在娱乐圈用的一个身份印记而已,我们也不用太纠结他们的本名叫什么。 对于观众来说,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否用这个一名,把更好的作品带给观众,让观众记得住他们的名字。